在湖南流洋 以革命烈士陈昌英勇世纪 为原型创作的皮影戏 每天都在上演 这个传统至今已坚持了90多年了 陈昌是我党初期的党员之一 1911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 毕业后长期从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为早期革命 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和进步青年 陈昌老师的课 当时在整个全校来讲是最受欢迎的 他把这个课程教学跟当时的时局 有机地结合起来 最后给学生得出个结论 就是我们一定要 中国要富想起来 必须要打倒军阀 学生听了以后 可以说是义愤填衣 热血沸腾 1930年1月 陈昌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赴湘鄂西根据地 工作途中不幸被捕 敌人企图以高官后路拉拢 他言辞拒绝 始终坚真不屈 临行前 他高呼 革命一定成功 劳苦大众一定要解放 因为在监独里面关了两个多月 所以他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移工性的手段 但是他始终的见证不去 杀害在长沙的流阳门外 去刑场的时候 沿头进行了演讲 两边的这个群众啊 都非常的感动 陈昌是我们湖南流阳的革命烈士 他传播马克思主义 开展新文化运动 为党 为国 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 我们通过多种形式 讲述陈昌烈士的故事 就是希望他的精神 能够庆认百姓的心田 我军院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共产党主义外教终生 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陈昌烈士的精神 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民 每年清明 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站的官兵 都会来到新民学会就职 缅怀陈昌先烈 在寻访英烈的足迹中 感受红色力量 作为他家乡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 他勇于斗争 无畏牺牲的精神